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林如 台湾的本土疫情炸锅 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首度破了千例 在今天是来到了12009人确诊 个案总共是分散在全台湾19个县市 那么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 就是台湾现在有4个县市 包括了新北 桃园 花莲跟台北 确诊数都突破了百例 专家就点出了 台湾的高峰有可能会来到百万人确诊 对此指挥官陈中回应 确诊病例要破百万也不是不可能 而目前新北市已经率先启动居家照护 收治326户 高雄也提出了申请 花莲则是在整备当中 成长的比前两天都来得多 冷静公布台湾本土新增确诊数首破千例 15号这天暴增1209人染疫 中症患者也在增加10人 只是指挥官12号才预告 本土单日确诊月底会破千 如今才月中就已经提早发生 让人担忧未来疫情走向 也没有提早其实本来速度就会很快 保守一点 2400万人口要到25% 600万人口 前后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60天600万 一天最高量有可能到120万 我也不太想说太预估这样的一个规模 事实上是变化莫测 疫情会被破百万 我们也说这有可能 规模应该是相对的大 整体就是把减灾做好 由于是以病毒复制周期三天来计算 预估再过两个礼拜 每天本土就会破万例 不过在15号破千例之后 理论上民众会减少移动 但一时是紧 如果大家还没警觉 只需要26天就会单日 破10万 有学者引用国外确诊数分析 台湾的染疫高峰 最后恐怕会有百万人确诊 但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有过半的人是没症状 也强调我们就是要被感染 才能往前走 因为民众关心 未来台湾是否能像南韩一样 解除社交距离 下调串病等级 当作一个流感化来处理 这个方向是对的 丹麦冰岛染疫率都超过一半 做任何的管治也没有意义了 不过这都是经过一阵子的一个痛苦 材料现阶段台湾重点就在减灾 包含疫苗接种药物准备 跟轻重症分流 而原本的高风险县市 北北基陶 其中新北率先启动居家照护 目前已经收治326户 最新被列入高风险的高雄 又提出申请 花莲则是在整备中 只要申请通过 就可以立刻启动 就已经反正特别懂